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7章 在线商城系统2.7版用户中心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讲一下会员方面的那个功能了啊 我们首先要把个人中心给完善 对吧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已经做了注册和登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它登录之后呢 它的个人中心先做出来啊 因为先把个人中心做出来 以后的购物车和订单的话 可以直接管理 对吧 好 首先我们先到2.7的版本 好 2.7 把这个改成2.7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有登录的话 我们点一下有多少会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在2.7里面 打开之后 这边有个Ig 好 一共有七个会员 对不对 一共有七个会员 那么我们这边呢 用谁呢 就用一个最常规的 那笔小新 对吧 那么这七个会员当中 有一个会员是全填满了的 对不对 因为在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点击注册的时候 只注册了前四项 然后加一个验证码 对不对 但是它还有显示选项填 而显示选项后面没有加信号 是可以不填的 对不对 不填的 所以我们做的其他的六个是没有填 那么其中有一个已经填全了 对不对 就是为了区分它的有区别 那么现在呢 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这个地方呢 注册完之后 我登录 登录了之后呢 我要在用户信息里 就是说 可以修改这些个人资料 如果说有些选项没有填的 可以填 还有后面的收获信息 它没有填的 因为你买东西没有收获信息 是没有办法下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边东西到在 每一开始注册的时候 没有注册 那么到后面用户管理的 那个里面可以自己去修改 是吧 好 那么先关了啊 先关了 关了之后呢 我们先点登录 用蜡笔小心登录一下 密码是12356啊 都是这样子 好 保留的话就点保留一天吧 嗯 9454 点击登录 点登录之后 没有地方点个人中心 对不对 没有地方点个人中心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点一下个人中心 好 打开 在index 在head上面 在头的部 头部分 这边找到 找到 在这个这个 找一找 在哪里 在这边 对吧 尊贵的某某某某人 你好 好 然后呢 这边再加一个用户中心 好 那么用户中心这块呢 我给它加一个输线 然后我要让它到哪里去呢 到个人中心 进asp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点一下 有了一点进到这个页面 对不对 好 进到这个页面了 那么进到这个页面呢 我们就要做了 对吧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 嗯 我们想想应该做哪些东西呢 看看有哪张是特别少的 可以复制一下 感觉没有特别少的 是不是啊 没有特别少的 用ig 嗯 ig应该是比较少的 把它改成 个人中心 用户打开 打开之后呢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注册的这个不要 那么其实就留这么多 把这个改成 个人中心 其他都不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这样子啊 一个最简单的页面 那么这边呢 我要分成两块 分成两块 所以呢 我分成左边和右边 那么是这样子的 左边呢 我就叫做 left 这么去做 右边呢 我们先把布局 先稍微搞一搞 好 这是一 这是二 那么我们在 css 你稍微做一下啊 b 啊 这个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来 左边 左边呢 长度为 200吧 对吧 长度为200 左对齐 还有一个长度为 这个总长为多少的 总长为多少 好 反正就是那么大 我先来个700吧 6对7 然后分别给他们加一个高度吧 因为你不加高度的话 你看不见它的背景 在火壶上 加高度就加个20 等会我们再删啊 就不用高度的话 它会自动自动扩展 对不对 你用高度的话 限制了就不太好了 好 这个呢 也来一下 颜色换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怎么看不到 嗯 写错了 对吧 m1 呃 这个写 这个地方写错了 m1 m1 嗯 这样 差不多 200可以再大一点 250 可以了吧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两边就分开来了 分开的时候把这两个删了 不需要 是吧 这两个删了 好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么左边和右边这块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建议这么来啊 给它加一个 嗯 也给它加一个 这个 我们看一看啊 你看这边 点个人中心 其实我们这边呢 我们想一想 跟这边配套也是可以的啊 那就不配套吧 因为让它分开了啊 分开了 我们就直接做 UAL 或者用DAL也行啊 这边你看 看个人情况 嗯 就要用UAL 那么第一个人中心肯定是首页 肯定是个人中心的首页 那么就是 这样子 在这边 点一下 这边出来啊 那么在这边呢 稍微改一改啊 就布局 虽然 虽然我们这边不做界面 但是稍微的 还是要怎么样啊 把它对齐一点啊 左边空到十个位置 嗯 或者直接就这样来 好 个人中心 把这边呢 前面加一个 这样子 来个好看一点的啊 不然的话 要让人家看出来 这样子 行 好 个人中心 继续往下做 把这个颜色稍微变一变 这个字体代表呢 我们看看 要不要做 字体代表就不做了 一二立下面的 Color 333 放上去变成 用绿色吧 要区分开来 放上去变成橘红色 F60 下滑线 放上去 下滑线 好 好 那么个人中心一点 就是这张页面 那么呢 我们建议呢 这一块呢 可能会要做好多页面 对不对 好多页面都要 有左边的 右边的可能 经常换 是吧 经常换 所以呢 我们建议这样子 把这个呢 放到另外一张页面上去 这个叫做 MBR 对吧 sabar .sp 右击打开 这样就 就这么写 那然后这边呢 怎么 调用它 是吧 那边改一下 这边就 就所有的页面都会重改 是吧 这样的话会好得多 这样子没有变化 好 好 那么现在呢 个人中心一点 这边就应该会有个人中心的样子 那么个人中心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来个最简单的 其他的先不去管他 欢迎 来到 个人中心 什么 那么 你到底是谁呢 对不对 点cookies 你到底是谁登录的 就说 你好 就是usename 当然它还有很多数据 我们要等其他做好了 再在这边显示 对吧 目前来说就是 谁谁谁 你好 给蜡笔小心 它用的是什么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 是loginusename 好 少一个 它这边都是小写的 login 这边写上 usename 好 蜡笔小心 你好 那么个人中心 好 我们个人中心就做好了 先把这个样子建起来 对吧 那么 重点这节课呢 是做下面两个 用户 用户信息管理 那么我可以在这边再点一个 用户信息 那么用户信息 依据它的个人资料 就这样子 个人资料 进到这张页面上去 用户信息 好 这边再改一改 空的要大一点 那么我们就设置每一个呢 它设置为25 然后呢 居中吧 是吧 垂直居中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还好一点 那么这个没有 那没有很简单 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是吧 改一改就行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info info 我们打开它 打开它 这边就不用这个了 好 不用这个 我们这边就 就这么写啊 嗯 info 我这边要把所有的表单给列出来 所以说我要打个这个东西 我要传给自己啊 传给自己 先来一个 那么这边就写上用户信息 好 看一下 有了 个人东西 用户信息 对不对 用户信息 那么css呢 你可以自己做一做 我们这边就不做了 直接写 好 现在打开数据库 用户信息有多少种呢 用户信息 后面的不算 是不是啊 用户信息就三种 看到了吧 好 我们做的不多 就三种 其实还要做什么 呃 密码提示 密码回答啊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吧 一大堆什么QQ啊 什么手机啊 电话啊 那个就算了啊 我们就意思一下 就做三个 好 用户信息 它就是一个 呃 用户名 密码和 邮件 这三个最主要的 那么我要显示出 这三样东西来 那么第一啊 叫用户名 input type 我这边做的比较少 这个字段 其实你做的多了 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啊 没什么区别 嗯 用户名叫username 好 密码 好 让它对齐的话 用全角中间空一格 叫做password 后面应该是电子邮件 那么就是 电子邮件 那么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个叫中间空两格 那么上面三个字呢 每个东西空一个小的 是吧 行了 电子邮件叫email 好 看它是不是这么写的 叫email password 呃 这个这个username 对了啊 好 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三个 好 我们css上稍微做一点吧 稍微做一点 给它起个名字吧 叫做 呃 info 好 在这里我们就写了 right下面的 dl点info 对吧 下面的dt 我这个字呢 稍微大一点 然后字的颜色改为 橘红色 好 那么所有的t dd呢 高度变大一点 25px 起来就不变了 嗯 字体还要改成14 size 14px 稍微大一点 好 我下面控一点 比如说5px 那么 dd呢 我们也希望它控5个 好 行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下一步呢 还有一个按钮 对吧 还有一个按钮 这样子 还有一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 submit 按钮的名字叫做 修改 对吧 因为这个 你用户早就注册好了 就不要什么新增了 什么 就修改就停了 然后给它起个按钮 叫sad 发送 sad 我就可以发送出去 好 那么 用户东西是这样子 没什么东西啊 个人东西先这么多 那么 这样子的啊 你密码肯定是不能显示出来 对不对 是本来就空 那么电子邮件和用户名 先把它显示出来 先把它显示出来 好 我们这么来 呃 这个这个 显示出来的话 我们这边就要这么来 首先先引路 你要看这个head有没有引路 这是一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你引路head 你想现在要修改数据库了 对不对 但是 你这边没有引路 但是你一引路 可能会有个问题 这个head本来就引路了 对吧 你自己再引路 是不是就引路两次了 引路两次 第一个是重命名了 对不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你要把它看清楚 啊 引路的包 好 这边已经引路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引路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写了 好 直接写 直接写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嗯 首先我要把数据去拿到 数据去拿到的话 我只要这句话 是吧 复制一下 粘贴 然后名字改一改 因为这个head用过这个rs了 我们这边就个人信息嘛 就叫infors 可以吧 就这么来 尽量不要用就是单独的rs 单独的rs在最全局用啊 其他的就是说 你根据你这边的名字 加个前缀就可以了 infors吧 info 好 然后呢 这边的改一改 我这边是全部显示 然后在哪一个呢 在r1g这张表里 r1g表里找到谁呢 找到你登录的那个状态的那个 对吧 你登录的是谁啊 是usename等于单引号 因为是字不算 双引号加连接符 加上谁啊 加上你这个刚才这个地方应该有 这些东西吧 是吧 你登录的cookie就可以了 好 登录的cookie 好 这样子我们就有了 info 有了 好 有了之后呢 如果有数据就把显示出来 如果not infors.eof 是吧 那么就怎么样啊 那么就拿出数据来 拿出两样数据就可以了 应该是usename 好 看看前面有没有用到啊 其实如果你怕前面用到的话 其实很简单 前面都加个前缀 是吧 好 没关系 我们这边应该没用到 所以就别加了 就方便一点啊 好 所以说你看人家很多大网站的代码 那个变量写的那么长 而且前面要么有前缀 要么有后缀 是吧 它就是为了怕重复 而且很规判性 你要一看待嘛 哦 这个这个都是谁用的 都是这个info用的 对不对 嗯 好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小 就没关系不大啊 好 rs 从里面取得mail usename 拿到 password不需要 直接是email 拿过来 等于 infors括号 mail 什么东西 email 好 拿过来 给他加到value值里面去 等于usename 好 value等于 这个等于什么 email 好 第五行 那么遇到这个问题 你要先看第五行 然后再看是哪张网页 对不对 是个问题 有些人就说 找到第五行之后 他没看这个到底是哪个网页 有的时候不是这个网页 而是他调用的这个网页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第五行 第五行 infors 打开了info skill cun 好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先把这个open打开 给 给怎么样 采掉 对吧 就对了 那么加上去就错了 那么一般来说 以三种原因 一个是skill也错了 对吧 一个是数据库没导入 一个是命名 命名 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边 我们发现 是哪个问题 是这个 你这个数据库 其实还没进来的 对不对 你head呢 head是引用了cun 但是你把 我们把这个 执行 执行数据库的 数据库的语句 写到了 他的前面了 是吧 所以把它counterx 采减掉 放到他的后面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 有了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在密码后面 要做个注释 要做个说明 不填 则 不修改密码 对吧 则不修改密码 不填则不修改密码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修改做一下 那修改的这一块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以前哪个地方做过的 我们做过的东西 就不要重复慢慢想了 在第一个项目 是不是就做过啊 第一个项目就做过 我们拿到第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啊 例子去看一下 好 你那边也可以去出去打啊 好 好 我这边啊 那 我把第一个例子给打开了啊 那 笔 小新 123456 6647 好 然后我点蜡笔 小新 这边有个人资料修改 一点 是不是就修改了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拿到 info 你找到他的就行了 info 对吧 重复的东西复制复制就可以了啊 这边 定一个例子 你看 他到info 点do了 对不对 info 点do 那么我们这边先修改一下 呃 就三样 那他是发给自己的 发给自己的话 我们就放到 这边呢 好 这个修改谁啊 资料 如果request 点fo 如果requestfo等于谁啊 等于修改 set等于修改 那么就怎么样 那么就呃 就执行 对不对 执行一下 123 好 那么我们就打开我们的了 mail2.7 点击用户中心 信息修改 一点 有了 好 这个有了之后呢 你这边呢 要判断 用户名不得少于两位 密码 如果填了的话 不得少于六位 是吧 啊 如果填了不得少于六位 那当然这个密码呢 呃 你这个地方修改密码的话 其实呢 嗯 可以直接修改啊 可以直接修改 那么这个电子邮件呢 也要按照那个 电子邮件的格式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do打开 好 他先接收的 这个 我们看啊 你看 在这里 先接收电子邮件 我们来看啊 用户名也可以 对吧 用户名也有 音乐也有 我把三个都拿过来 是叫password 对 叫password 先接收password 我那边先把定义一下啊 DIM username password username 等于 requestform 等于 username 好 然后呢 你这边的 这边就要写下了 密码为空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写了 就必须不能少于六位 是吧 把这一段我们做过了 就不需要再做了 你拿过来自己看一看 如果密码不等于空 那么这个密码就不能少于六位 如果等于空让它过去 好 好 继续 你看往下看 这是电子邮件 对不对 这是电子邮件 这个我看一看啊 我就直接把它拿过来了 电子邮件的获取 电子邮件的验证 当然 它这个电子邮件的命名 都 这个我都拿过来啊 好 我看看行不行 命名重定义 对吧 命名重定义 把它改一改 是从哪个开始重定义的 是从这个地方就开始重定义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全部拿到哪里去啊 上面去 而把下面的这个呢 可以怎么样啊 删掉就OK了 命名重定义 呃 这个出错 这个出错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先写个 1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好像 好像之前就错过 我把这个地方要先写一下 这个到底是哪块的就 我看一下 把它改成1 第19号 好 我改的是这边的1 是吧 改这边的1 好 电子邮件不能为空 你这边就把这个先改成1吧 这个地方可能 有点问题啊 不管它 嗯 大概意思就行了 好 我拉笔小姐也空的 电子邮件不得为空啊 这个地方还没判断 如果usename等于什么 空 那么就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写call了 是吧 我就把它改成call的形式 密码不得少于6位 好 这个我一个个验证过去看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用户名为不得少于两位吧 用户名不得少于两位 好 看一下 我现在空的 用户名不得少于两位 先填好了 好 一般来说 大家看 这个用户名能不能修改啊 拉笔小姐能不能修改 不能修改啊 所以我们这边 不需要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给他做一个叫做死的 大家看啊 我再做个 什么叫止读 可不可以啊 止读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最好是这么做 大家看啊 还有一个属性叫dis displayable的 啊 就叫disable的是吧 disable的 disable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死掉了 好 死掉了啊 死掉了 那么现在我重新来一遍 点个人中心 点这个 好 哎 那么这个死掉的和 那个 止读有什么区别啊 止读他还可以把数据发动出去 明白吧 死掉的 他这个连拉笔小型 这个数据都发不出去了 明白吧 就两个区别 他们共同点就都不能修改 是吧 啊 但是不同点就是一个能发动出去 一个不能发动数据 那么ease name就不需要了 对吧 那么就是password的 好 先来验证password的 我password不填 通过了 对不对 我password填两个 填三个 密码不得小 对不对 好 这个就过去了 那么这密码栏呢 我还要改成密码栏 password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通过了 好 电子邮件不得为空 这个怎么为空呢 嗯 电子邮件不得为空 如果这个等于空 啊 他没有获取什么 值 我们这边拿过来 email 这个就不需要了 对吧 这感到email就行了 等于 request from email 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上次好像处理过 大家看 我在我的博客中 回答过 好像有 我这边找到ASP的 那个 嗯 放哪去了 第二页了 好 他说 也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例子中 是有这个问题 好 我把它改成这样子 来 这是我上次好像就发现有这个问题 有个网友提出来的 那么就是替换成这样就行了 嗯 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吧 这样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这个不加1的话 本能 本身是这样子的 本身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我就关了 我刷新一下 它会出错 那么加1就行了 嗯 行 好 那么 现在呢 现在没问题啊 修改没问题 我现在点空 电子有点不得为空 现在写这个 电子有点去了这个 都对了吧 好 那么都对了之后呢 再点一下 都对了之后 我们要真正修改了 往下 往下来修改 必须在之前 这是获取数据 对不对 获取数据之间 修改过后 它就能获取新的了 好 他们也这边就这么写 往下来 两个 一个是 如果等于空的话 那么就不修改密码 否则就修改密码的那个 对不对 好 两句 很简单 如果password等于空 那么 嗯 skill等于 update mail rig rig谁啊 set where where use name 等于 单一号 双一号 连接符 就直接拿这个 修改修改两样东西 一个是 一个是 只要修改一样 电子邮件 是吧 只要修改一样 因为我们这做的就三样 等于 单一号 双一号 连接符 这是没有密码 有密码的情况下呢 把这个拿到 有密码的情况下 你还要引路一个东西 加密是不是 incode 对的吧 rncade incode 就是md 5.asp 看看在不在里面 看一下 incode 上面有个 md5 有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再加一个 加个逗号 加个mail password 等于 单一号 加双一号 加连接符 加md5 括号 password 是吧 好 如果 做好了之后呢 修改之后呢 修改之后 就好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好 我现在来看这边啊 来看 把数据库打开 数据库打开状态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是蜡笔小心 我改一改 我把密码改掉 把用户名 把这个电子邮件改掉 密码是6543215 这个呢 改成11111 看看 好 改过来了 改过之后呢 你要刷新一下 可能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有没有改掉 没有改得了 没有改得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 他要怎么样啊 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来 再来看一遍 改掉了 现在是654321 好 改掉了吧 111 好 我再改一遍啊 好 这边改成 111111 这边改成 222222 好 改过来了 其实 谈一个修改成功 会更明显一点 是吧 谈一个修改 那就来个这句话吧 那就来个这个 不然的话 你看起来 给人感觉怪怪的是吧 啊 这个 靠一下 信息 个人信息 修改成功 然后再来个参数 这个参数来的是 MBR 对吧 info.asb 看一下 好 我现在把它改回来 好 他每次都执行的是吧 好 他每次都执行 说明他在不在这里面啊 不在这里面 搞错了 应该把它放哪里去啊 放到里面去 是不是 好 放到里面去 就不会了 因为他每次刷新 都要执行这句话 行 我现在修改啊 个人信息 嗯 密码 我是123456 电子邮件 叫蜡笔小 就用下面这个 因为现在是空的 肯定是空的 对不对 点修改 好 有了 看是不是还原了 还原了吧 好 行 那么这个我们就做完了 这个就做完了 后面一个呢 是 收获信息管理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进去 后面有四个收获 四个收获 那么 收获呢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放到下节课 再去讲吧 对吧 就放到下节课 去讲吧 好吧 两个地方 一起讲 好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导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精妙.com 我的国客 嗨白鹿.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